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梓东 今天是3月3号礼拜五 礼拜五每次我们都会讲 同样的一句话 俗称的周五做空日 一到四如果投资人有赚钱 通常现在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越做越短 礼拜五容易会有卖压 等一下我们来解释一下大盘 跟总体经济的未来方向 我们先讲 今天我们有一档股票 其实是刺激的 这档股票是我们昨天 花很多时间讲的 3558的神准 老师 3558的神准 今天怎么走的 好像跟大盘一样 一开始先开高 白欢喜一场 后面杀低 但是我有跟投资人讲过 我说这一档股票 本来你有大波段可以赚的 但是为什么你没有报牢 因为它常常出现一些陷阱题 像今天做完云霄飞车之后 后面又回到原点 那你如果这段期间你有看我的节目 神准为什么会这样子走 也不只是这档股票了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开高然后走低 你不知道应不应该卖的 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你必须好好仔细听 当然对K线有研究的一定知道 因为这一档股票 我有听子东老师讲的 怎么样 刚初我们在讲 整个大方向 甚至我们说可以从去年 去年2022年 今天我们就不放重播 你有兴趣自己去看 不然我们讲不完 12月5号 我们针对伺服器 还有绿能两个族群 我认为它是中长线看好 2022年都已经年底了 我跟你讲的 一定是针对2023年今年的状况 你说好老师 我有听你的话乖乖报老 那今天你会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昨天一根涨停板过新高 今天一定会势必做一个 小小的回撤 这基本上是一个惯性的走法 但是已经比市场上投资人 预想的还要再强 因为今天就算收一根小黑K 吃掉红K的一小部分 我认为多方结构都没有改变 最后它用一个云霄飞车的走势 收一根锤子线 是不是这根红K完全没有被洗掉 多方结构没有改变 那这一档股票 其实如果你要讲 第一个去年年底的事情 我说我们不放重播 有兴趣的自己去看 不然我们会讲不完 难道我要跟你说 我们从去年的12月30号 200块钱布局 布局到今天 你说老师都走了50%了 都过了两个月了 所以我们不讲股 我们就讲比较近的 昨天我们甚至放了一个VCR 放了一个重播 因为陷阱题 上一次的陷阱题 没有多久 2月22号 当时跌到291块 当时我不是讲吗 市场上面会有一些人出来 现在的各式各样的花招 越来越多 有些人就会半老实 就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了 这个是主力出货啦 你看我多么好心 我好好的提醒你 投资人我请你不要上当 我说如果你去研究筹码 你就会觉得 讲出货两个字是空穴来风 确实有股票 常常主力在到货 但是这一支 其实是没有的 为什么 我有跟你讲过 2月16号要讲出货 也必须要做功课 2月16号 元大内湖 凯基台北 这些分点都是散户 当冲隔日冲客的分点 2月16号都已经卖了 这一波的高点 在2月22号 那一根跌停板的前一天 2月21号 但是你去看这一段 我们现在讲的是 这一段不是已经又过新高的这一段 是这一段 那这一段我有讲 统计到2月21号 买最多的分点 其实是在总部 第一个新加坡瑞银 第二个国泰证券 难道是散户 到货给主力 到货给法人 你有听过这种讲法吗 没有嘛 当然我有跟你讲过 我说我们看一档股票 基本上我们集筹码的大成 换成一些指标 例如说CV筹码指标 例如说AD筹码进出货线 它跟你看到的一些工具 都不太一样 不是说什么 KD来到80 叫做超买 你必须要赶快卖 不然这样子的话 2月的时候 这一波你会通通没抓到 因为它KD早就80了 我们统计的是市场上面 主力的想法 所以我们把这些数字 换为一个 你可以很用视觉化 去看到的指标 告诉我们 主力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到货 甚至它加码买进 当然背后有赖于什么 第一个 有赖于它背后 产业所处的位阶 这个地方我们有讲过 来 我们先讲一个结论 所以2月22号的时候 你看那天的节目 我几乎花了半集在跟你讲 你可能会说 老师我手上没有升准 你会觉得跟你没关 但是你在你操作的路上 就算你没有入会都好 没有关系 讲求的是缘分 你一定也会碰上这样的情况 出现了一个利空的消息 甚至那天还杀跌停 你该怎么处理 散户在这个时候 甚至一般的投资人 甚至我明讲 以前老师我 20年前刚开始做股票的时候 还是大学生的时候 我也会心慌意乱 但是后面就是自己慢慢去研究 去研发一些自己的工具 所以后来我自己开操盘室 来 看到这样的新闻 因为这20年来说真的 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 因为它前面涨过一波 主管机关就说 你1月你要公布 不是公布营收而已 你要公布你的获利状况 一个汇率的因素拖累 这个地方我有讲 他说老师难道看财报没用吗 我说当然不是看财报没用 而是你要去细分 这些会放在财报的哪一个分项 像当初我们特别还调出 省准去年第四季的财报 来 昨天我们就讲过 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的股票 你看到新闻有一个利空 你正在烦恼 你应不应该卖 我说我们就一项一项的帮你做一个拆解 来 比如说当初省准 那我们是公版的财报 来导播往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是去年111年度 如果你要看去年第四季 美元就已经开始贬值了 就已经开始下滑了 结果你发现省准这一家公司 在国外汇兑的这一个部分 去年的第四季 是正向还是负向 是正的 那我们有讲过 你针对一家公司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营收来源 不是看一下说营收增加 就叫好股票 当然不是 省准这档股票 它的营收有八成来自于美国 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去打国际杯了 它是省脑的子公司 看好网路通讯这一块 十年磨一剑 往美国去发展 我们一项一项的讲 所以我说第一个 省准这家公司 人家知不知道自己要去做汇兑的避险 人家当然知道 不然去年第四季 来 去年第四季 如果你看美元 是不是就已经开始下跌了 它不是今年的一月开始跌 它去年的第四季已经开始跌了 结果汇兑居然没有损失 而且还是有获利的 那代表什么 代表人家知不知道要去做避险 人家知道 今年为什么没有做 因为刚刚我们看 来 刚刚我们在看这个东西 我们刚刚在看美元 一月是贬值的 但是二月是升值的 所以一减一加回来 其实整体的营收 就算没有做避险 有没有问题 其实没有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陷阱题 来 如果你以后看见 财报的利空 有些是中长期的利空 你必须要赶快跑 但是有一些基本上 只是短线的震荡 把你洗出去而已 来 3558 省准这张股票 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一个波段 你为什么都没有赚到 还有其他的原因 来 我们一个一个讲 好来 3558的省准 所以如果你看见 新闻报纸在跟你讲利空 你必须要能够一项一项的 去做拆解 到底它是短线 还是它是中长线的利空 那 3558的省准 基本上这一段 50%以上的获利 就被我们放在手上 但是你说 老师好可惜哦 我没有 那我说 那是因为你可能 又上了另外一个档 像现在市场上面 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会跟你讲 说美国 如果我们台厂 去美国那个地方发展的 都不好啦 我说可以这样子 一刀两刃 这样子给你画下去 做一个这么简单的二分法吗 省准基本上就破除这个谣言 因为哦来 如果要说针对国际股市 基本上还是很多投资人看空嘛 对不对 为什么 来因为昨天有一个 鸽派的联准会官员 注意哦 他今年还没有投票权 这一位 波斯提克 亚特兰大的总裁 波斯提克 其实你如果去看他的文章 去搜寻一下 你会发现 其实他从去年 就偏向于歌派嘛 只是去年讲歌 没什么用 那你如果去看他的文章 其实他歌中 还是带一点音啦 他是认为说 今年夏天过后 就不要再升息了 但是如果你看完整篇文章 他有一个诞书说 如果发生怎么样 他还是倾向于 那继续升息 还是可以的 但是昨天因为他讲了这一句话说 今年夏天可能暂时升息 有些人对照美股来看 哎哟 今年夏天就要停止升息 结果 昨天的美国四大指数 才涨这样子 那表示美国的市场上面很弱了 美国股市很弱了 我说那是因为他没有搞清楚 目前为止整体的状况 首先第一个 这一个利多已经慢慢淡化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人 从头做多 从头歌派歌到尾 就好像市场上面有一些人 以前这段期间 从头做空空到尾 也不知道空出什么东西来 现在空单也开始不做了 认输了嘛 来 所以我们就来讲第一个 这个利多对市场上面 可能影响力就没这么大 第一个 因为一个从头到尾 一直讲歌的人 请问他的影响力是大还是小 是小嘛 第二件事情 这一位官员 波斯提克 他去年没有投票权 他今年也还没有投票权 他要到明年才能进行投票 所以你说他讲的话 造成美股四大指数开低走高 其实基本上 投资人是有信心的 只是影响力没那么大 是因为他本身讲话 今年而言 造成的波动 本来就不会那么大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那有些人可能会跟你说 你看美国的不行 我们去往中国 那我也认为可能 他搞错位阶了 什么事情 来 我不晓得投资人 你还记不记得 今年二月的时候 2023年 因为我们有省准嘛 所以我说来 一段一段的帮我们统计绩效 二月七号二月初 现在差不多就过了一个月 省准你帮我们验证了 你说 老师 你的节目放了两档股票 成起 来 当初成起 我是这样子跟投资人讲 我说 这是一个概念 你看我的测标 基本上伺服器跟网通 你可以把它归类为 上游跟中游 因为我有讲 最近投资人很夯的一个名词 叫做Chair GDP 其实也不是只有 也不是只有微软 像是Google 甚至百度 只要背后的资料库 够 因为AI就是这样 叫他自己上网去抓 自己去学习 那只要背后的资料库是够的 我认为后面 其实都有机会发展AI 但是发展AI 我有跟投资人讲 你会同时听到一个名词 叫做边缘运算 因为AI谁在用 一定是我们真实的人类在用 那你在用AI 那你的伺服器 就是要快 运算要够好 但是又是因为 它是我们人类在用的 所以你的伺服器 你架的机台 要往消费者靠近 这个名词叫做边缘运算 所以为什么你听到 有些人可能在讲说AI 人工智慧的时候 你同时也会听到人家讲 边缘运算这个名词 那当然伺服器人家架好了 要传输到我们一般民众的 萤幕上 中间还必须要有一个什么 有更多的边缘运算 中小型基地台 就必须要有 不好意思 有更多的中小型伺服器 就必须要有更多的 中小型基地台 才能够完成传输 不管是行动装置 或者是你个人的PC笔电 都好 都是这样的模式 所以呢 你看顺便对一下我的测标 你可以把伺服器 还有网通当成上游 跟中游族群 这样子去做一个连结 这样子你就清楚了 那你可能会说 网通省准的部分OK吗 老师刚刚你讲到中国 中国也要发展AI 但是第一个 因为中国目前为止的电信商 大部分都还是国营的 所以会不会把这部分的单子 交给我们台湾来做 通讯业喔 中国交给我们台湾来做 我们节目不谈政治 你应该也知道 台湾在中国 不是接这部分的单 人家中国要跟我们台厂合作 是看上我们的哪个部分 看上我们的显卡 来 那中国目前为止 伺服器如果你讲到 你应该知道这家公司了 当初我有跟你讲 中国伺服器目前为止的市况 比较大的一间公司 来导播这个地方放大一点 叫做斯藤合力 那斯藤合力 投资人每次讲到陈启 都会说陈启 他的客户是七彩虹 是做游戏的 但是我有跟投资人讲过 陈启的第二大客户 叫做斯藤合力 是做中国伺服器的 是陈启的第二大的下游厂商 那当初陈启呢 来 陈启这家公司 我有跟你讲 他就没有什么陷阱题 反而我跟你讲 陈启叫做送分题 因为为什么 来 如果你用一下我们的工具 来咯 你看我这么久集的节目 应该也跟我们子东老师 学了几招了 来 AD主力进出货线 主力有没有出货 没有出货 甚至不断的进货 不断的加码 哎哟主力为什么这么勇 不断的加码 第一个 你一定要跟主力 站在同一边 不是研究完产业就算了 有些公司其实体质不错 但是主力不拉 股价其实也是横在那个地方 我们今天讲的比较白 我相信你也认同 来 2425的乘起 所以当初2月8号的时候 我也跟投资人讲过 帐上获利30% 难不难 其实不困难 因为它背后代表的是一个产业 目前为止的变革 所以你不要觉得一档股票 你每次赚个三根五根 就像3558的神准 刚刚开始我们不是一开始讲吗 也不是说你这样做法不对 只是如果你都研究产业面了 2月16号突破 我赶快卖 先赶快获利了结 赚个3%5% 那可能就浪费你看节目了吗 因为你听我的节目 我们把产业讲的直直细细 你都这么辛苦 看了半个小时了 一个波段30%以上 你是不是要好好掌握 这个族群基本上 站在对的风口上面 30% 难不难 其实不困难 经过去年的洗礼之后 基本上这个族群 说是送分题 但是送分题 中间还是会有一些 小小的陷阱在里面 对不对 当初我们有跟投资人讲说 这一档股票当初我们在做 投资人也许不相信 后面是一个波段 会说显卡挖矿概念股 对不对 前几天 昨天数位货币不是又往下掉吗 但是我有跟你讲 数位货币的游戏机制 已经慢慢在改变了 这件事情 因为我到今天 还听到有一些分析师 在讲一些错误的观念 就说 显卡数位货币在下跌 你要小心显卡相关概念股 但是我说 比特币早就不是在用显卡在挖了 是用ASIC特制的晶片 甚至从去年开始 这也跟为什么我们 我们要做成奇有关系 因为我们看好的是伺服器 看好的不是数位货币 显卡基本上后面 也跟数位货币没什么关系 因为人家的游戏规则 已经改变了 从POW转为POS 就表示它会变成股权认证机制 你以前挖了多少矿 你有多少以太币做一个证明 智能合约优先给它处理 所以就不会有新的挖矿者 成为新的玩家 已经不会有了 所以基本上显卡 后面第一个看的是游戏 第二个看的是伺服器 有助于毛利的回升 背后公司的主力 一定是也看到这件事情 总不会成奇背后的主力不懂 他也看到这件事情 散户在这个地方卖 他就洗一下再上 洗一下再上 然后为什么是送分题 你用我们的工具 每一次来到强弱线 你就进场 30%就可以入口袋了 当然今天有一档股票 这些股票都是我们带投资人复习 后面还是有肉 但是我们今天来跟投资人讲一档股票 我们也不盖牌 因为你记不记得 前段期间我们有跟投资人讲 第一个神准我们已经验证过了 不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可以一刀 这样子画下去就跟你说 美国不好中国好 不是这样子做 你要知道我们台湾目前为止 在什么样的位阶 例如说一些网通厂 一些代工的部分 说实在话毛利未必那么高 因为平台美国自己已经架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网通相关 比如说资安相关 所以神准如果说美国不好的 可能这50%你全部通通都错失 但是中国你就必须要知道 中国会不会把资安给我们台湾做 不会嘛 它看上的是我们显卡 我们的算力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中国伺服器 联动到我们台湾相关的哪些公司 你可以做一点功课 陈启是其中一家 那今天来我们也不盖牌 因为我们在跟你讲 伺服器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现在产业慢慢在变革嘛 有一个晶片非常非常的重要 叫做BMC 这个叫做伺服器管理晶片 因为未来的伺服器的机台 不会架在伺服器资料中心 会往我们消费者靠近 人没有这么多 所以一定要用云端的管理方式 可能一个人坐在中央伺服器 但是去管理其他的小型伺服器 机场 怎么管 中间也是需要IC晶片 这个IC晶片伺服器 IC管理晶片叫做BMC 那有一档股票来之前我们讲过 但今天我们就不再复数 一家叫姓华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投资人讲的 不是姓华来 我们也不盖牌 4919的新唐 先来看一下它的位阶 去年的10月最低94块钱嘛 那重复 云代重复的翻证 你可以定掉 它只是出生段 投资人学过波浪理论 你就知道嘛 主生段会不会比出生段还要短 不会嘛 尤其是它目前为止 正在一个对的产业里面 一家姓华 目前为止我们的股王 但是有一些投资人想 老师它股价太高 好 我说没问题 我介绍你一档 比较便宜的 4919的新唐 1月的时候走的这一段 叫做三之一 因为它比第一波还要短 那后面呢 投资人自己去想象 这一个位阶为什么好 后面再压回来一点点 如果你现在进来后面 找到好点位 我就会带你去做这一支 那相关的族群 其实还有很多 只是没办法在节目上 一一的讲 4919的新唐 我们今天为什么 跟你介绍这一档股票 是因为我们必须 把前一后果 完完全全的都交代清楚 才能够跟你定掉 三之一之后 后面还有三之三 还有三之五 就这一段的获利 前面如果神尊你错过了 那错过了就错过了 没有时光机 但是下一档你要答应我 如果你看完我们的节目 知道我们的分析是对的 这一档股票 甚至是伺服系相关 还没有飙涨的股票 你要答应我 你就要好好的去做把握 来 中间我们先休息一下 顺便让你消化一下 进广告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哦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不好意思 时间不太够 来 我们快速做一个结论 4919 伺服器管理晶片 新唐 来 为什么要架一个伺服器管理机台 其实是为了更大的远景 是因为未来我们要完成智慧城市 那讲到智慧电网的部分 今天应该是又没有时间讲了 重点我们先记得一件事情 今年2023年 我们台湾本土应该会把重点 摆在充电桩跟电动车这个部分 因为这是目前为止 基础建设里面最牛步的一个部分 来 去年12月17号的时候 没有人跟你去研究相关的东西 但是来 不因为为什么 因为去年的时候股价没有动 所以不会有人跟你谈 但是针对这个族群 我相信你看这么久的节目 绿能这个族群 我们应该是市场上面研究最深入的 那重点就是 来 为什么我说2023年先做这个 因为不管是伺服器或者是绿能 都是政府今年重点发展的产业 节目时间不太够 有兴趣的欢迎跟上我们脚步 直接获利 而不是听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像讲教科书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不 这种口令谁 僵尸 出哪里 去试试 做什么 吃鸭血 怂 不然是什么 你说 看牙医 错 草大厂 兩隻 吵大腸 你以為了嗎 精力充沛 你怎麼知道 我每天都馬在戰 你敢 保麗達 滿牛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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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韻達頭顧 真心照顧 韻達頭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 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成更不沉默